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被拽入地下后身怀诡异胎儿的故事 杰克和珍妮是个堕胎机构的医护人员 在他们开车上班的路上,有个女孩忽然从路边冲了出来 幸好杰克及时刹车才没伤到她 女孩自称安琪,她一副慌里慌张的样子,似乎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追赶着 意识到这个女孩需要帮助,他们当即立断把她接到车上一路开向堕胎机构 可刚准备进去的时候,一辆红色汽车开了过来 安琪惊慌地说,不能让她进来,显然这应该就是追赶安琪的恶人 于是保安立刻把大门关上了,在看清司机的脸后,大家意识到麻烦来了 那人是镇上有名的恶霸,没想到她竟然是安琪的父亲 为了速战速决,杰克抓紧时间给安琪做检查 本是想查看她是否受到了侵害,却看到她宽松的外套下,竟是已经显怀的孕度 不过这样的少女妈妈在杰克和珍妮眼中已经见怪不怪了 为了给15岁的安琪给予帮助,杰克一直在追问她怀孕的细节 安琪说她是上周六开始怀的孕 可她短短几天肚子就大成这样,无论是谁都不会相信她的说辞 杰克认为安琪是被人侵害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所以才会出现让她和现实脱节的想法 用一句话说就是被逼疯了 在问起是谁侵害她时,安琪却三肩其口 只一心要打掉肚子里的婴儿 这让杰克不得不怀疑起了她刚刚一直在逃离的那个人,她的父亲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身份的人对她实施了侵害,所以才会让她造成这样大的精神刺激 现在安琪父亲就在大门外等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安琪跟她回去 在给安琪做B超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忽然翻腾起来 她似乎很不喜欢外界人的探测,痛得安琪失声尖叫 在杰克又一次尝试探测的时候,安琪的肚皮瞬间突出一个钳子样的东西 生生把探测仪咬坏了 面对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切,杰克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次正常的妊娠 或许她该按照女孩的意思来办,直接把这怪胎剁了 安琪父亲虽然凶残无比,却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她之所以这样不依不饶,是因为一直有个声音在她脑海中萦绕 指使她保护好安琪肚子里的孩子 她坚定不移地认为,那是上帝在跟她对话 见院方迟迟不肯教人,她将三个儿子带了过来 先是让三儿子把医院的通讯信号截断,再持枪硬闯医院 听到了枪声的院长,第一时间疏散了医护人员和病人 自己穿上防弹衣全副武装,对抗即将到来的恶徒 安琪的肚子又大了好几圈,她肚里的胎儿生长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这时她也终于说出了上周六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天晚上她来到后院荡秋千,忽然间周遭响起雷鸣般的轰声 但那并非来自天空,而是地下 安琪正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时,两只长爪瞬间破土而出 抓着她的腿将她拽入了地下 在那里她窒息的难受,身上像火烧一样痛苦 她看不清那个怪物的样子,只知道她绝对不是人 在那之后她就怀孕了,这是恶魔的孩子,只会是邪恶和肮脏的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下这个怪胎 但父亲的态度竟然是要保她,为此还要将她囚禁在家待产 所以她就找准时机逃了出来 在杰克想给安琪做人流的时候,她肚子忽然剧痛起来 看来是要生了,以现在的状况已经没办法给安琪引产 只能将她生下来,不然就会一尸两命 听到这话,安琪急得想用手术刀扎上自己的肚子 最后被珍妮打下一针镇定剂,才结束了挣扎 除了哀求杰克千万不要让她活下来,她什么都做不了 在安琪痛苦的惨叫声中,她生下了一尸长爪子的怪物 包括她在场的三人即便心里再有准备,也被吓得大惊失色 这时周遭的灯光忽明忽暗,安琪紧张不已 因为她知道,恶魔就要来了 安琪父亲带着儿子们一路杀进医院,和院长展开火拼 在牺牲了二儿子后,愤怒至极的她将院长控制起来 用堕胎工具狠狠地折磨她,医院的地面忽然鼓起了一个洞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往外爬 一个胆大包天的男人想靠近查看,却被一双锯爪抓住双腿脱了下去 随后她从洞里爬了出来,那丑陋的模样把旁边的人吓得崩溃不已 当安琪父亲见到怪物时,才知道那个一直营造在自己脑海中的声音 原来并非出自上帝,而是眼前这只恶魔 趁那恶魔还没进来,安琪悄悄下了床朝小怪物温柔地呼唤着 让她来到自己身边,出于对母亲的依赖,小怪物乖乖地爬了过来 在安琪一声睡觉时间到了的轻柔安抚下,被一枪爆了头 恶魔还是来迟了一步,她痛苦地吼叫着 弯腰抱起孩子的尸体,转身离开 望着她悲痛欲绝的背影,安琪非但没有丝毫触动 反而泛起了一丝微不可查的冷笑 本片来自单元剧《恐怖大师之生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沐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我是沐薇,咱们下期再见